她的操作 回家 一開始很輕微 只不過是手指頭鼻 好像在睡覺 摘著手 第二天就起來 碟熱水就真的沒有感覺 我想洗澡 開水時火氣是熱的 其實自己不思議 只不過可能想著水不夠熱 看東西是要特意打側頭 令到畫面重疊回正常看法 否則你的頭 比如我向正面看的時候 是化開了兩個 然後耳朵就左邊 是突然間聽不到 輕微的手指麻痺 看東西有重影 一般人未必聯想到 是神經系統響起警號 他們患的是多發性硬發症 會令中樞神經系統受損 這個免疫系統的毛病 就襲擊我們的中樞神經 主要的都是有一個 復發性的發炎的情況 打個比喻 就好像我們的神經 要傳送信號的時候 就有一條健康的神經線 好像我們平時的電線 有個保護膜 如果當這個免疫系統 過分活躍的時候 有一個襲擊 襲擊了所謂的保護膜的時候 全身體都有機會有病徵 因為譬如這些神經線受襲的時候 訊息傳送就減慢了 視神經受損會視力模糊 大腦受損會令集中力減退 認知能力都受影響 腦幹就會影響吞咽困難和重影等等 小腦受損會造成語言障礙和頭暈 脊髓受損會令四肢無力 嚴重可造成癱瘓 但由於神經系統有自我修復能力 患者初期病徵可以很輕微和短暫 不少病人要到病情加重 先確診患病 大約八成半患者會反覆復化和換解 一成病人屬於後續惡化型 即是由剛剛發作時能復原 到逐漸惡化到無法復原 比較罕見的是患者首次發病已經沒有換解 而且不斷惡化 25歲的Peggy 一年多前確診患上多發性硬發症 當時三個月內三度復發 情況急轉直下 第二次復發時應該是進展得很快 已經是不動得很暈 看東西有重影 看著會暈 要掩著一隻眼看東西 看著一個人 好像看著兩個人 有人站在你旁邊 現在走得很好 最嚴重的時候 只可以躺在病床或坐輪椅 經過半年努力 才重新站起來 慢慢學習走路 像嬰兒一樣 學習走路 在家裡沒有東西做 走多一點 附著工場走 現在走回 有一天走的一步 都說走一萬步 二萬步都OK 多發性硬發症在外國較常見 大約有250萬患者 但在香港就屬於罕見 全港估計有三百多人患病 大部分是年輕女性 病發時只有二十多歲 要控制病情 目前一線治療是長期注射干擾數 復發率可以減低三分之一 近年新推出的口服藥物 更加可以將復發率減低一半 Peggy不幸中之大幸 是很早求醫 靠著口服藥物 休學一年病情已經受控 準備回到校園前 她再找醫生檢查清楚 現在看看還有沒有重影 這裏有幾隻手指 一隻 跟著我的手指動 好嗎 左邊 右邊 放鬆 好 讓你檢查一點力 這樣 抖力 抖手掛 好厲害 抖手掛 真的OK 再看下去 其實當初你整個腦幹 都有很多發炎 一直看下去都散了很多 是一個好的症狀 神經細胞都會受創 但腦部仍然造成一定程度的永久損害 黑色這一點 屬於腦細胞壞死了的位置 MS的病人都會常見的一些發炎 這些就代表腦細胞壞死 就這樣一點的話 未必有很多的後遺症或者病症 但如果有很多的症狀 或者慢慢累積的時候 確實腦的功能會慢慢影響到 甚至如果影響到整個腦 都有萎縮的情況 確實他們的認知能力 記性等會有退步的情況 對比起Peggy 同樣二十多歲發病的Christine 就沒有那麼幸運 她八年間兩度發作 但藥費每年要成九萬多元 當年申請薩瑪利亞基金藥物資助 但過不了經濟審查 她最終選擇不用藥 第一次大腦發炎影響眼和耳 身體自幸復原 第二次受襲的換成脊椎神經 造成左腳終身殘疾 最主要是腳沒有力和腰 因為有時腳是硬到走 樓梯是斬直走 是窮不到走 等巴士又沒得坐 等得久沒有車或塞車 我就很糟糕了 就很辛苦 近五年病都沒有再發作 但後遺症如影隨形 令她每次出街都好像大長征 要計清楚走多遠 要克服的還有不友善的目光 出到街上有人眼望你 一些歧視 覺得這麼年輕 好像老人家又要拿著東西走路 又不會讓你坐 又不會讓你走 你拿著手指 試過被人一腳踢下去 你就整個拋落地下 失了重心 多發性硬發症可怕的地方 在於患者都是花樣連華 但就要憂慮病不知道何時復發 下次又會襲擊身體變一部份 形成很大心理壓力 發炎更加可能造成殘障 人生從此改寫 但最大的問題是 醫學界目前還未找到確切病因 所以亦都沒有辦法預防這個病 當有病徵的時候 真的要盡早求診 確診了 如果真的擔心有MS的時候 可能要早些去處方適當的藥物 好像浪費了一年時間 不知道做甚麼 會更加珍惜現在有的事 有時都會有不開心很下降 但有時就跟自己說 都起碼能夠先走